我靠蹭热度上位 最爱蹭的对象就是陆影帝 后来 我和陆影帝要上同一档带娃综艺 影帝的粉丝追着我骂了几十万条 哥哥离某个爱蹭的女性原点 滚粗 别来沾边我们哥哥 谁知 综艺直播时 影帝的酷儿子突然冲过来 抱着我撒娇 妈咪和把鼻复婚好不好 陆志要上门娃向前冲的消息一官宣 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陆志是选秀出身 出道极顶流 在最红的时候隐退结婚 人气跌落低谷 却又在一年后复出 出演了一部历史剧和一部大萤幕戏 以超高的颜值和整容式的演技 再次爆红 同年 陆志还拿下影帝和试地奖项 可谓名利双收 接下来的几年 陆志演一部火一部 人气也跟着水涨船高 甚至胜过了顶流史 自然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 即使 后来有爆料 陆志有一个儿子的时候 也丝毫没影响他人气 粉丝们对孩子的妈妈 也有诸多猜测 有说是某位钢琴家 有说是某位画家 有说是某位美女学者 总之 必定是人中龙凤 才能配得上他们的哥哥 这些年 陆影帝把自己的儿子保护得很好 狗仔蹲守了整整五年 从未拍到过孩子的正脸 只有那么一两次 拍到陆影帝抱着一个孩子 即使是个背影 粉丝们也纷纷争当孩子妈 宝 快回头看他妈妈 你的宝我的宝 好像是同一个宝 陆家宝宝没露脸 也有了一堆粉丝 还有粉丝为他见了超话 热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小流量 这一次陆家宝宝要上节目 粉丝们有种网恋奔线的感觉 顿时变得十分激动 宝宝马上就要和妈妈见面了 还有十天 九天 第六天 卧槽 快看节目组的最新官宣 粉丝们的期待 被节目组最新一条官宣炸了一下 女星张艺将作为观察员 加入萌娃向前冲 所谓观察员 就是平台方安排一些自己要捧的人 进去蹭热度 这次却邀请了张艺 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张艺和节目组没什么关系 而且风评极差 对了 我就是张艺 一年前进娱乐圈 参加过节目 也演过电视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几个月前 我发现了流量密码 就是蹭热度 和某小声带同款手表 和某流量拍同款酒店背景 这不 热度一下上去了 尤其是录影帝的热度 那是真好蹭 就因为发了个同款手势 就被骂了几万条 那热度涨得嗖嗖的 哎 点骂算什么 黑红也是红 萌娃向前冲这样的一线综艺 都邀请了我 我翻开了节目组 官宣下粉丝们的留言 邀请张艺 连带着整个萌娃向前冲都喽了 萌娃向前冲配着这么好 也要用这么恶心的方式炒热度吗 太恶心了 某人怎么跟排泄物似的 甩不掉 哥哥离某个爱蹭的女性原点 滚粗 别来沾边我们哥哥 短短一天的时间 那条官宣下面 就被影帝的粉丝骂了几十万条 其实都一个意思 就是想要节目组换掉我 节目组也投铁 直接装死 我敷了个面膜 就去睡觉了 很快要上节目了 要美美的 嘻嘻 五天后 综艺开播 萌娃向前冲是一档直播带娃综艺 共邀请了五对爸爸和萌娃 以及两位观察员 多视角直播 观众可以自由选择想看的镜头 我乘坐节目组安排的车 赶往节目录制地 期间拿出手机来刷 我的镜头 观看人数不少 但都是骂的 明明涨了一张妖艳见货的脸 怎么这么爱蹭呢 之前我年少无知 也曾粉过爱蹭姐 没想到人品这么差 爱蹭姐 自觉点 你不蹭影帝的话 我就暂时不骂你了 我根本不在意弹幕的内容 而是看着镜头里 自己完美无缺的脸 很是满意 然后将镜头切到录制那边 再现观看人数差点惊呆我 我数了一下 八位数 这时候应该跨一下平台的直播设备了 居然一点没卡顿 我老公呢 我那么大老公呢 你老公在我身边躺着呢 老公 快起床 录节目了 前面的 你的脸皮掉了 快捡起来 宝宝 妈妈来了 密密麻麻的弹幕涌过 镜头对准了一座别墅的大门 万众期待中 别墅的大门打开了 高冷俊美的男人 牵着一个缩小版的萌娃走了出来 一大一小 连表情都一样 屏幕瞬间被弹幕占据了 哎呀呀呀 好可爱 妈妈被萌化了 原来我儿子长这样 太可爱了吧 儿子 快到妈咪怀里来 在一连串尖叫中 有盲声发现了滑点 快看 咱哥和咱宝的裤子 大长腿和小短腿 都套着一条紫色的裤子 好在影帝腿长 颜值再现 能撑得住这骚子 但是 实在风格不合 若是放在其他人身上 完全可以用途形容 咱哥和咱宝品味还挺独特的哈 不得不说 真正的帅哥什么颜色都撑得起 啊 咱哥穿什么都好看 求同款 在一众彩虹屁中 有一条评论与众不同 啊 这鸡老子让我联想到张义 他最喜欢的颜色不就是紫色吗 上次还穿紫色外套蹭红毯 很快招到其他网友的攻击 啊 什么脏东西 快滚开 张姓女星 快带着你的水军滚 别随地拉屎啊 我看了那条评论 这还真不是我的水军 我最近没给水军充值 不过 他说的没错 我确实喜欢紫色 而且 小家伙身上的紫色长裤 确实是我买的 给他的生日礼物 但是 我没给录制买啊 他哪里找来的同款 这时 我乘坐的车子 突然停了下来 我到了节目的录制现场 一个村落 我刚下车 隔壁的车子 走下一个年轻男人 我一下认出了他 选秀出身 视频台风 最近力捧的男艺人 叫齐峰 是另一位观察员 综艺嘛 既然拿了钱 就得干活 我主动上去打招呼 结果 齐峰是我如洪水猛兽 连忙后退了几步 脸上的表情也很嫌弃 冷淡地打了一声招呼 我有些无语 我最多爱蹭热度 这哥们靠吸血队友出道 标粉睡粉 撕得比我差多了 有什么资格嫌弃我 在等待五位爸爸 和萌宝的过程中 我趁机刷了一下手机 弹幕全都在夸赞齐峰 这小哥是谁呀 对待爱蹭姐的态度 爱了爱了 希望等下影帝 也这么对爱蹭姐 齐峰明显也看到了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等了一会儿 几位嘉宾陆续导了 这五位爸爸 都是演员和歌手 咖位都比较大 当然 咖位最大的还属陆续 每当有一位嘉宾到 齐峰都热情地迎上去 然后赖在相对红的那位身边 拼命蹭热度 因为他之前对我的态度 观众们都很喜欢他 现在也不说他蹭热度 就说他帅直可爱 万众瞩目中 一辆车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 高大英俊的男人从车上下来 即使穿得休闲 但是大明星的气场难以掩饰 那紫色裤子 勾勒出大长腿 穿出潮牌的感觉 陆织下来后不久 一只小短腿伸了出来 小家伙戴着小帽子 穿着小外套 还戴着小墨镜 那冷酷的模样 和陆织如出一辙 齐峰立即抛下身边的 当红实力歌手 朝着陆织走了过去 陆哥 你来了 辛苦了 你还记得我吗 上次苹果台的跨年晚会 齐峰拼命地刷脸 想要多蹭一点热度 陆织那冷酷的脸上 有些恍然大悟 我记得你 齐峰顿时大喜 上节目前 经纪人就千叮万主的 让他一定要跟陆影帝 搞好关系 陆影帝的人气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他其实是这档节目的 大金主之一 要是能搭上陆影帝的线 肯定能多好多资源 你就是吸血我师弟师宁那个 陆织面无表情档 陆织的话一出 齐峰的脸色一下变了 齐峰选秀出身 但是唱跳实在一般 于是盯上了唱跳巨佳 科班出身的师宁 他故意缠着师宁 和师宁组CP 弹幕已经炸开了锅 这齐峰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 吸血的嘴脸可恶心了 我一个姐妹就是失宁粉 说齐峰就是甩不掉的事 因为陆志的一句话 齐峰的口碑迅速崩塌 各种黑料都出现在弹幕上 我在一旁看得格外爽 突然我的身体僵住 我感觉到陆志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的汗毛立起来了 不是说好了 上节目要装都不认识吗 蹭热度是一回事 暴露我们结果婚是另一回事啊 眼看陆志朝着我走来 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陆志走到站我不远处的演员身边 突然停住了脚步 袁哥好久不见 演员叫袁野 有些受宠落惊 陆志是圈子里出了名的冷 即使是知名导演 他不喜欢都不给面子 但是没办法 人家不仅红 而且是金主本主 连导演都得巴结着他 上一次电影节的时候 两个人见了一面 袁野没想到他还记得 我松了一口气 开爱蹭姐期待的眼神 是期待着陆哥和他说话吗 脸皮真厚 一个蹭热度的 还指望咱哥认识他 咱哥眼里 他连奇风都不如 就是个路人甲 见陆志粉丝这么关注我 我都要怀疑自己 才是他们正主了 大人们打着招呼 小孩子也交流起来 陆小宝 大名陆志张 这是正冷酷的站在一旁 几个小孩上去打招呼 陆志张小宝宝 只是冷酷的 和他爸一样 自带隔离带 方圆三米内都没人 此时 小家伙正面无表情的 拿着脖子上挂着个小手机摆弄着 咱宝太酷了 玩手机的样子 妥妥霸道总裁啊 猜咱宝在干嘛 天才小宝难道在做奥数题 我的手机响起 收到一条信息 妈咪 宝宝好想你哦 看得我一下心软了 最近忙 上一次看他 还是半个月前 乖宝 晚上妈咪去找你 小家伙看着手机 小脸上突然露出一个笑 弹幕又疯狂起来 哎呀呀呀 咱宝笑了 好可爱呀 是不是奥数题解出来了 嘉宾都到齐了 就开始第一个环节 选房子 嘉宾们做任务 按照任务的名次 进行选房子 陆志和陆小宝配合默契 拿到了第一名 咱哥和咱宝太酷了 选带花园的房子啊 这房子最好了 观众都很兴奋 同时也断定 二人肯定会选那带花园的房子 那房子是五个房子里最好的 做任务前 有好几个嘉宾 表示要这个房子 这一套吧 陆志从五张照片里 选出了一张 并非那带花园的 只能说不好不坏 这把观众能惊呆了 这套好在哪 居然把我们陆哥拿下了 房子选定 很快入住 我和节目组一起 住在二层小楼中 而陆志选定的房子 刚好在二层小楼对面 嘉宾们落好脚 休息了两个小时 便进入第二环节 做饭 每一个家庭 自己去菜地采食材 自己做饭 普通人做饭没什么意思 但是 这是五位明星 还带着五个萌宝 就格外有看点了 观众们都格外期待陆志做饭 节目组很快又宣布了一副家规则 可以请外援 但是 外援只能在我和齐峰之间选择 其中 有两位爸爸看起来真不会做饭 看看齐峰 又看看我 齐峰不像会做饭的 而我 蹭热度的名声在外 所以 一时没人开口 突然 陆志开口 我要个外援 张义 你来帮我们吧 不用想都知道 陆志这句话 顿时让直播间的观众炸开了 啊 咱哥为啥点名 爱蹭姐做外援啊 这不是蓝石上身吗 有没有想过 咱哥是真不会做饭 和齐峰比起来 爱蹭姐看起来更会做饭 爱蹭姐 我劝你看清自己的位置 别做妖 观众恨不得穿透屏幕 进入节目组 来给陆志做饭 厨房里 我开始很警惕 生怕陆志做什么妖 好在他很老实 似乎真的想认真完成任务 他和陆小宝负责洗菜 切菜等准备工作 我负责炒菜 陆小宝几次想撒娇 都被我眼神制止了 陆志的直播间观看人数众多 我这也算蹭到热度了吧 我自我安慰着 以此驱散和陆志相处的不快 直播间也很热闹 真没想到 爱蹭姐看着食指不沾阳春水 居然会做饭 爱蹭姐 我承认你是个被蹭热度耽误的厨师 建议你退圈去当厨师吧 卧槽 这爆炒牛肉看起来好好吃 隔着屏幕都闻到香味了 突然觉得爱蹭姐顺眼点了 我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做菜任务 刚想跑路 突然一只手撑了过来 高大的身影靠近 将我挤到了角落里 我震惊了 陆志你疯了 摄影师还拍着呢 我刚还以为他老实呢 结果就给我正大的惊喜 这可是全网直播 影帝陆志直播 壁东黑红女性张艺 我几乎能想象这新闻 如何横扫各大媒体 他就不怕和我扯上关系 他的粉丝集体脱粉了吗 摄影师去拍支张了 你要是再大声点 摄影师就听到了 男人低沉的嗓音 在我头顶响起 我这才注意到 摄像师的镜头并没有对着我们 明显被陆志支开了 之前几次见面 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陆志轻轻叹口气 张艺 你就这么怕人知道我们的过去吗 我 我确实有些怕 我不怕挨骂 而是怕那些过往 被人不停地被提及 就像伤口不停地被揭开 嗯 我低声音道 隐约窥见陆志眼里 一闪而逝的悲伤 但是我忘不掉 陆志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 我没听清 这时脚步声响起 就新来了 我连忙退开陆志 下一瞬 陆小宝迈着小短腿进来了 摄像师的镜头也随之对了进来 直播间也炸开了 刚镜头对着咱宝 没看到咱哥呀 咱哥和艾蹭姐之间 怎么有些不对劲 刚摄像头不在 艾蹭姐不会开咱哥友了吧 啊 我收回艾蹭姐顺眼的话 赶紧把它发射到火星吧 我完成任务 只给了陆小宝一个眼神 就转身走了 节目直播持续到晚上九点 九点后直播结束 嘉宾们也有了私人生活 一到九点 我就收到了陆小宝的信息 妈咪 快来 宝宝洗白白等你了 能够胆颤 五年前 我出国 一年前回国 在公园里撞上了一个小家伙 那小家伙冲上来 抱住我的腿 就喊妈咪 还指使保母揪住我 最后 等来了陆志 才肯放开我 我才知道 原来陆小宝真的是我儿子 我们的母子缘分 就是这么神妙 后来 我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去看陆小宝一次 每一次都刻意避开陆志 别看外人面前酷酷的 小家伙其实特别爱撒娇和撵人 妈咪来了 我拿着手机 下了楼 鬼鬼祟祟的去对面 我现在挺庆幸陆志 选择这房子的 离得近 我做贼不用做那么久 妈咪 我在房间里 门给你留好了 很快 又收到小宝的消息 我进了对面的房子 我站在客厅里 面前有三个房间 只有其中一扇门 开着小缝隙 肯定是小宝给我留的 我推开那扇门走了进去 与此同时 卧室里浴室的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陆志身上热气腾腾的 腰间记着浴巾 胸肌 腹肌 人一线 一朗无鱼 好像录制出道后 就拍过一组照片 穿着半湿的薄衬衫 隐约印出腹肌 那组照片 令粉丝嗷嗷大叫 他这模样 我也不是没看过 但是 这突然看到 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 一时间 竟是一步开目光 张义 录制一场沙哑的声音响起